花蓮里玉坛年度盛事国际竞技龙周邀请赛 即将在11月20、21、22号一连三天举行 2000公尺环绕赛 有94支队伍、15个国家在台工作人士 到花蓮要参加这场年度盛事 预计会有上千人要涌入花蓮的里玉坛 国际竞技龙周大赛一连三天在花蓮里玉坛举办 这次将进行2000公尺环绕赛 大约有94对15国在台工作的人士参加 里玉坛商圈业者也叙事以待 能够再创里玉坛商圈经济夹击 20号那天跟21号还好是100到200的竞技龙周邀请赛 是不会影响到游艇的行驶 但是在第三天也就是22号的下午2点到4点半 这个赛程可能就会影响到 因为它赛程这个距离是2000公尺的 可能会造成这个里玉坛业者的这个行驶的安全 所以今天下午1点半会来这边里玉坛 这边来协调跟业者沟通 怎么样来进行这个22号下午的这个比赛 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年的国际竞技龙周邀请赛 由于鲤鱼坛的环境非常适合竞技龙周的水上活动 同时也培育出数位国家队的选手 因此吸引许多粉丝特地来到花莲的鲤鱼坛 以朝鲜的心情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先天环境 孕育出了这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竞技龙周国家代表队 记者您解释方向采访报道